最近真的好多人到日本旅游 我们来看看在东北地区工程县的松岛 这边堪称是牡蛎天堂 牡蛎的年产量仅次于广岛 是全日本第二 我们就要带你去看看 前进松岛去大克牡蛎 据说每一颗都鲜甜饱满 湛蓝海景 一颗颗形状各异的岩石小岛 沿途游船欣赏实在美爆了 日本松岛不只号称日本三大井 更是超浮夸的牡蛎天堂 新鲜牡蛎堆成小山 每天海港直送 一进货就是好几篮 员工快手处理 这下不吃爆怎么行 上百颗牡蛎一次豪迈的洒下去 70层70公分的大铁板 瞬间淹没又看得就够壮观 只要再耐心等待15分钟 哇 这牡蛎真的是太狂了 几乎快要是我脸的一半大 那其实烤好之后开开方式也非常简单 你只要用器具 它其实浅缘地方原本就开口了 往上一翻 你确定这个贝壳机的地方 是白色之后就可以吃了 那我现在就要来马上试一下 真的是太幸福了 每一口饱满又鲜甜 如果有点腻 加点酱油又是新风味 关键不用怕不够吃 搭配一碗牡蛎饭和汤 限时45分钟让你吃到过瘾 一次要吃40到50克没有问题 还只要台币700多元 牡蛎奶油可丽饼炸得酥脆 铺上生菜等配料夹进烤好的面包里 还有这种牡蛎汉堡 一口咬下浓郁奶香味和鲜甜味 嘴巴里化开真的欲罢不能 或者直接泡进汤里变成牡蛎拉面 同样超满足 这吃起来就有比较扎实感 然后它又有汁液 然后它旁边的这些肉又有弹性 松岛处在太平沿岸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让牡蛎的年产量仅次广岛 全日本第二 也难怪各路观光客到这里都 抢着吃爆 东森采定新闻 张伯祥 叶子晶 日本松岛报导 看满足段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采定24小时股市直播